请立军咨询 寻导时间30分钟 主席 大家好 麻烦请院长 请毛院长 董伟 院长好 院长 明天就是318太阳花学运一周年 那么去年学运引起社会共鸣 最后人民也透过九合一选举来表达对执政者的不满 那当时站在学运对立面的江一华院长因此也辞职下台 那这个毛院长您接任隔魁 其实学运跟您上台是有一些关联的 我不知道院长您从当时身为副院长到现在身为院长 这一年来对于政府的执政有没有做过深刻的省思跟检讨 从现在一年后你来看当时引发太阳花学运 人民对政府最大的不满是什么 我想我们 起码我自己看 就是我们过去大概对于 这个网路的世界 这里面所反映的很多的意见 但大部分都是属于年轻人的意见 我们过去大概都没有充分的掌握 院长这么多年轻人占领了国会 对政府这么大不满 结果您认为这个原因只是因为 政府对网路世界不熟悉 是这样吗 只是因为对网路的技术不了解吗 然后请这个网友来上上课 这样就够了吗 是这样吗 跟委员报告 这一周年给我们这样的心得 也让我吓一跳 跟委员报告 资讯的掌握是做任何事情的起端 资讯的掌握 那请问院长 认知会决定行为 资讯的掌握 所以你认为是政府对人民资讯掌握不足 还是根本我告诉院长 一周年了到现在政府还是搞不清楚 人民不满什么 人民不满的是 人民完全没有政府的资讯 政府的施政完全是黑箱政府 尤其是当时的福报谈判 引起人民对于黑箱密室政治 这样的一个愤怒 所以是人民没有政府的资讯 对所以我们也接续也就讲说 我们来推开放资讯 你要来推开放政府是吗 我今天会质询你 但是我要先请教院长 一周年如果政府有深入省思 你也认为说你感受到人民的不满 你要来推动开放政府 那我问院长 你要不要今天在这边宣布 对于台北地检署起诉太阳花学运成员 行政院要不要测告 跟委员报告 我想这个问题有几个面向 时间有限您要不要测告 我会这样说 就是意见的表达有它的方式 那么当然像这个318这个学运 基本上是这个 您要不要测告 请把握时间 所以院长您要请网友来上课 晚君们来上课 但是您不愿意测告是吗 我觉得这有两个面向 您要不要测告 请直接回答 我会希望 你要就测告 不要你就给我们一个理由 为什么不测告 我会这样说 就是我们不愿意干涉司法 但是本案涉及到许多青年人 让我讲完好不好 我本案涉及到许多青年学子 我们虽然不愿意干涉司法 但是我们希望他们 能够以宽容态度对打他们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但是为了要确保 国家行政体系的运作 行政院有责任跟义务 维护官署的安全 好了院长 我当然了解您意思 您这个话让我毛骨悚然 当年美丽岛事件之后 政府也说要用宽容的态度 来对待人民 然后呢 重罪来起诉 审判 当时的这个美丽岛事件的参与者 同样的话 四十年后 这个威权性格 一样不改 王院长 他可以做到 说立法院不提告 你毛院长做不到 你要继承江仪华院长 这样的一种作为 院长 因为行政机关跟立法机关 院长我必须告诉你 我必须告诉你 行政院的态度会影响 这个事件的一个法律的后果 那么甚至其实 当起诉的时候 有法官也公开说了 他认为这是一个公民运动啊 人民有抵抗权 参与学生可以主张符合 主却违法事由啊 结果你却还是继续要提告 然后你要用政治去强化这样的一个法律 后果 然后你今天告诉我们说你有省思 所以从你的眼光来看 这是一场公民运动还是犯罪行为 跟委员报告 意见表达基本上还是有法律界限 所以你认为这是犯罪行为是吗 有法律界限 然后你说你要用宽容的态度 来对待学运的成员啊 这就是我们的政府是不是 因为我会觉得意见表达 要彼此尊重啦 院长所以你的上台没有什么新意嘛 你的上台没有什么新意 这个看起来政府还是没有反省 太阳花学运的诉求 我再请教院长 你要记得诉求是什么吗 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如果可以让我提的话 我再提一次我昨天家里遭受的状况 不需要了 因为那个也是一个法律界限的问题 院长我现在问你的是 太阳花学运的诉求是什么啦 太阳花学运的诉求你只关心你自己家里 没有 太阳花学运的诉求 你今天作为院长在这里 太阳花学运的诉求是什么 请你告诉我 我觉得也涉及到很基本的人权问题 院长太阳花学运的诉求是什么 你身为一个隔腿 没有看到人民的心声 民意自若罔文 太阳花的这个 这个诉求是什么 有很多的意涵 诉求是什么 我告诉你诉求先立法再审查 大家都知道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尊重啊 所以我们希望说就把这个监督条例 对啊你们提出监督条例 我现在就要跟你讨论啊 你们提出来的监督条例 来你看一看 我们网路上 你说要听取网路世界嘛 网友们对太阳这个政院版 的这个监督条例的看法 你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网友们认为说 这样的监督条例 你看哦 谈判完成才要开公厅会啦 牧与成舟才要听取民意 然后呢 同样一样缺乏社会冲击影响评估 协商完签署前才要向我们国会报告 然后国会一字不能改 审议或被查 由行政院来决定 还是一样没有刻意 政府资讯揭露的责任 人民还是一样没有资讯啊 这些都可以讨论啊 然后缺乏人权保障啊 院长 这叫监督条例吗 可以讨论 内容都可以讨论 这个是黑箱服貌翻版 那么这个是一个 这个密室政治 让张庆宗事件可以不断的重演啊 这不叫监督条例 这根本是黑箱合法化 这根本是一个不监督条例啊 报委员 我是陆委会议下主委 这个主委我等一下会请教你 我现在问院长 结果太阳花学院一年之内 你们一方面推出一个不监督条例 然后一方面货帽继续 黑箱再进行谈判 然后同时花人民的纳税钱 在电视大做广告继续洗脑 这个我们看到政府一年来的作为 完全完全没有改变 我今天非常诚恳 我希望一周年我们在这边省思 院长 我正在希望行政院 你来愿意诚恳的跟我们人民表达 我请教院长 院院能不能退回这样的一个不监督条例 回去再做修改 或是尊重我们立法院来修这个法 行政院能不能撤回不监督条例 那你能不能撤回政院版 我想我们已经有这个版本在 这个都是可以公开讨论的 可以一条条一个字一个字来讨论 提出了这样一个不监督条例 然后你在开网络的一个节目叫那个出来 有什么好讲 您要上节目吗 对不对 你明天要上这个 是我是要上 对 你要上节目 你能不能撤回这样的一种不监督条例 明天 这完全没有回应到学运的诉求 行政院版的监督条例草案 有四个阶段的监督 而且还有国安的审查 我不知道委员有没有看过我们的行政院版的 我完全看过啦 我们也都分析对照过啦 这个网友 大家也都分析完了 这个非常的清楚啊 院长 你如果不愿意撤回这样的一个不监督条例 然后货帽继续黑箱谈判 那你愿不愿意至少做一件事好不好 撤回那些洗脑广告可以吗 可不可以 陆委会在电影院电视我们的节目大做广告 可不可以撤回 还要花人民的纳税钱来洗我们的脑 然后不给我们公开透明的资讯 我们现在监督条例每一个阶段 你什么都不愿意做 我是请教院长 院长 你至少愿不愿意不愿意做 那我必须告诉院长 我非常遗憾 我们将院长下台 结果换了一个 同样换一个江一华 我会来了解是不是还有这方面的广告好不好 你要撤回 我会来处理 我会来处理 院长 这个江一华院长出身自由主义知名学者 结果现在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敌人 民主政治的敌人 我希望院长你不要步上这个后尘 希望政府啊 你要了解整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说 黑箱政治里面的反民主 黑箱政治包裹的权贵的政治 这是现在人民所不要的老政治 就是人民要的是一个开放透明的一个政府啊 所以我现在继续请教院长的是啊 如果连人民连基本的资讯都要不到 这个我们立法 陆委会在立法院的要求底下 每三个月要向立法院提出货帽报告 结果来了个什么样的公文呢 都是一些基本资讯 非及时内容不明确 这个内容 谈判内容不对公众说明啊 院长我给你看一看欧盟 跟美国现在正在进行TTIP的谈判 你可以看看人家怎么做的 这是他们第六轮跟第七轮谈判 他们每一轮谈判之后 都会向人民来公告这样的一个报告 重点可能在之后哦 那你们给我们的是什么报告 重点不是只有在之后 你如果你去完整的看看 他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贸易事务职委 要求完整的一个资讯公开 自我要求啦 谈判前先报告要谈什么 谈完以后来报告 然后反观我们政府 学院一年之后作为还是一样 院长 现在FTA的一个核心最重要就是说 国际经贸的一个法规化跟标准化 我请教院长 你有没有看过所谓中韩FTA的文本 因为政府一直宣传告诉我们 说中韩签了FTA 台湾要赶快赶快不然会被边缘化 你有没有看过文本啊 我想中韩FTA实际上是某一种例子啦 你没有看过文本 我现在跟你谈的是说 这里面其实韩国花了相当的力气 韩国花了相当力气 跟中国来确立一个法律框架的建构 所以你们完全没有看过 然后一味的洗我们人民的脑 我们现在要的 就是一个公开化透明化 法规化跟标准化 那么但是呢 我们两岸经贸都是以 这个 开经贸的倒车啊 用黑箱来掩护这个人质 我们要求的是法制啦 所以我现在接着继续 我就是要请教 这个我们这个主委跟院长 我继续请教 这个我们政府口口声声说 为了经贸自由化 我请教你这个我们 请教你这个我们行政院宣布要来盘点国际化的要点50项法规清单完成了没有 院长 50项国际法规清单要点完成了没有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到现在没有完成没有提出来 因为我们的政府的主轴完全放在两岸的经贸了 各不会消极 50项国际法规清单要点没有提出来 我是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再请问一件更重要 我想要跟部长说明一下 没关系 好这个 我就跟你报告一下 那个 部长您上来 我等一下也要一起问您跟主委 我现在问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这个我请教院长 我们的前主委 陆委会王主委 在北京跟在去年11月12号 跟中国一起宣布 要展开一个 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共同研究 请问这个研究开始了吗 这研究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开始 那请问去年11月到现在宣布 所谓的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共同研究是什么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看法 我们有我们不同的意见 什么他们的看法 这个是这个王 陆委会当时的新闻稿 跟中国同时发布新闻稿 那么说要跟中国来进行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共同研究 我现在问你到底是什么 我们希望做这样的共同研究 可是我们认为共同研究并不应该妨碍我们 跟个别国家谈FTA 或者是跟参加别的BPP的 来我请教院长 院长你知不知道共同研究是指什么 您知不知道 我现在请教院长 你知不知道 这个我们跟世界其他国家谈FTA 譬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新加坡 我们的纽奥我们有没有进行共同研究指的是什么 我都了解 就是任何这种贸易自由化谈判的话 之前要做共同研究 前面双方都会进行一个研究 然后研究结束才会确定说 我们进入到正式谈判 主委讲的有没有不同 两者有没有不同 我跟院长这个 我们所谓的共同研究 通常我们在签署FTA之前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要进行个别可行性研究 再来进行共同可行性研究 经济部的新闻稿 曾经告诉过我们非常清楚 前进经济部长跟我们说 例如台纽金河协议个别研究完成 双方要进行共同研究 接着要进行实质谈判 所以这个是在实质谈判之前 有三个步骤啊 好现在我们现在说要跟中国 来进行这个参与区域经济整合 共同研究到底是为了签什么 部长来我请教部长 部长你告诉我这个到底为了签什么 这个事情的缘由我的了解是这样子 当时因为我们社会上有一个很大的呼声 就是需要台湾应该要参加区域经济整合 好你所谓区域经济整合指什么 指的就是我们跟各国的FTA 各国吗 RCEP啦 跟各国FTA RCEP TPP 对 跟各国的参与区域经济整合 要跟中国研究是吗 不大家进行研究 你现在回答我是这样子吗 不是我们不是跟他商量说 我们可不可以参加 我们是说就达到这个目的 我现在就请教你啊 你完全状况外嘛 你根本搞不清楚 你我们现在跟中国要共同研究 参与区域经济整合是要共同研究什么吗 院长我刚刚说了 这个共同研究非常重要的 就是是已经要签 实质谈判之前 我们以政府的名义去进行共同研究啊 这个我请教主委啊 这个到底是为了签什么 王章会到底是为了签什么 我现在直接问你啦 是为了 我刚刚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是为了 RCEP还是为了TPP 我们双方的看法到现在并不一致 所以才没有继续抬下去 所以不进行了是吗 因为他们是TPP的会员 你四月要去中国 你会跟中国说不进行吗 我没有要去中国 四月份 蛤 那你要跟中国说不进行是不是 你建议是说我们不进行 这个共同研究 又说不进行 你看 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 三个人都讲不清楚 不是 部长 我在问你 这个是为了签什么 是RCEP还是TPP 这个包委员 这不是为了签什么 这件事情 不是为了签什么 那就是无知啦 那就是无知啦 不 我想我应该搬个把握的 我告诉你啦 我去问了陆委会的官员啦 他们告诉我说 啊这没什么 这就是ECFA下 我们经济部跟中国商务部的 共同研究 读书会而已啦 天啊 这么重要的一个 国际经贸的常态 先做个别研究 再做共同研究 然后实质谈判 然后你们误认为说 这只是读书会啊 我今天问你是为了签什么 讲不出来 我告诉你 这个后果严重的院长 我现在告诉院长 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 是要先去跟中国 来进行共同研究 中国以此为借口 现在开始不断的 吹出我方上谈判桌 这个给美方一个 非常重大的一个错误的讯息 就是我们要参与TPP 是必须要先跟中国谈RCEP 完全会打乱了我们 参与TPP第二轮的谈判 部长你们经济部呢 我去问你们 我去问你们了 你们的官员告诉我说 如果有进一步的讯息 陆委会会说明 你们官员不敢说了 我现在请教院长 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的后果 这个绝对不是事实 我们一再强调就是 我们加入 那我问你 你在这边讲清楚 你是要签什么 你讲不清楚啊 我没有要签任何东西 刚才已经给你报告了 你是共同研究是要签什么嘛 院长 我们现在议题都还内容都还没有决定 你就跟人家答应要签共同研究 所以你们就是 要不院长我宁愿 我宁愿相信说这是无知 以为共同研究只是研究而已 我宁愿相信这就是无知 否则就是刻意 就是刻意 政府里面有人为RCEP要弃TPP 严重干扰我们在TPP的布局啊 这个事态非常严重 院长你能不能回去调查一周内 把所谓共同研究的内容公开 然后给立法院 可不可以院长 我会来了解 你来进行一周内 给立法院 这个事态非常非常的严重啊 我们不希望台湾的区域经济整合的布局 完全被中国养套杀了 我接着请教院长 您刚刚说要推开放政府嘛 那么这个张善政副院长说 今年是开放政府资料元年啊 我就一件事情考验院长你推动的决心啊 我们的这个课纲尾条 教育部被判败诉 应该要公开课审会的会议记录跟名单 跟这个与会者投票记录 你愿不愿意在此承诺 责承教育部放弃上诉公开 跟委员报告好 我想所谓这个开放资讯 也有它的一些游戏规则极限了 所以像这一个这一次的这一种开放 它是不是会涉及到 这个这个等于说这个隐私等等这些问题 我觉得这个中间有讨论空间 判决书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不成立了啦 所以你的开放政府也是 是不是搞假的啊 我希望部长你 院长你在这边去责承教育部 教育部啊 这课纲微调 课审会作弊 我在委员会咨询的非常清楚 教育部委托律师在法庭都承认了 尊重多数觉被继承同意啦 那么没有表示意见也被继承同意 当天投票投完之后 主席带回家自己整理 现场没有公布 这个教育部的律师都已经承认了 所以这已经不只是黑箱 这是包庇违法 所以你们如果要开放政府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责承教育部放弃上诉 公开会议资料 否则这个张院 张副院长也是讲假的 他说该开放不开放要惩处啊 院长你能不能做到回去跟教育部 就这件事情 来责承教育部放弃上诉 我会进一步了解教育部的理由好不好 我刚刚已经告诉你 他的理由是不成立了 所以你在这边你也没有承诺 来我请教院长 那你能不能承诺公开以下这些资料 这些都是网路上大家期待政府公开 您刚刚说要跟网友来互动嘛 来沟通嘛 第一个 政府的预决算资料 要以视觉化简洁化 可以再次的档案公开 可以吗 这可以做得到吗 我想这些应该是 应该基本上都是 可以做得到 应该是可以开放了 都可以开放 对我想基本上 这些都可以开放是不是 我想我要进一步检视一下 这些都可以开放 我们都可以来检视 好来那我请教你第五项 这个党产资料 不当党产资料可不可以开放 院长 这个曾经有过 这07年民党执政就公开了 结果你们执政拿下来了 这个可以重新上网吗 我们可以把以前处理过的资料 中路公开 上网 以前处理过的资料 这个不当党产的正式定义 是被政党侵占的国产 是人民的公有财产 以前定义过 而且我聊天那些都结案了 那些资料 你把它全部公开 好 什么时候公开 党产资料什么时候公开 我想这一部分是 当时在处理财政部 我会责成他们来做 多久 多久 我们会尽快好不好 尽快多久 你做一个院长 你要有魄力啊 多久 我会尽快 我要了解一下 他们资料的完整性 然后尽可能来尽快公开 对于整个开放政府 这些资料 所有资料能够公开 能不能 一个院内向立法院提交 一个完整的报告 我们以这个目标来努力 我们现在就用党产资料 来检视院长 你开放的决心 这个我们教育部长请回 我们还是在请经纪部长跟原能会主委 院长现在合一 台电已经送出了研议申请到原能会 但是台电也告诉我们年底要送厨艺计划 所以届时会进入 边研议边处议的审查 这个原能会是两个单位在处理 不同的两个单位在处理 好两个单位在处理 来我部长 我昨天在委员会质询过你啊 合一研议决定了没有 现在 现在是同 这个我们把选择的 同时 同时都在做 决定了没有 同时都在做 决定了没有 决定不是现在 现在不需要 还没决定对不对 还没决定嘛 来我请教原能会主委 这个当时去年省预算的时候 因为送了研议 申请到你这边 然后我说 怎么可能政府一边研议一边厨艺 请你去问经济部 问清楚他们是要厨艺还研议 才能够审查完毕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决议院长 三读通过 也就是说 在经济部没有厘清 合一到底要研议厨艺前 原能会不得完成审查 结果 主委 你在我们教委会跟我们报告 给了我们一个 这个回答 你告诉我们说 经济部告诉你要研议啊 可是经济部长今天说 还没决定啊 去韓给经济部成亲 经济部说了很多的内容 基本上就是说 它说明理由 为什么这两个事情 要维持一个弹性 所以请我们继续审查研议 对啦 院长你听到了没有 一个说还没决定 然后一个立法院决议说 没有决定前不能完成审查 然后一个告诉我们说 经济部挂出他们要研议啊 这就是我们的 到底现在是要研议不研议 这个就是我们的行政单位就是这样 院长我现在问院长 所以主委 我的决议还生效哦 立法院决议哦 经济部没有做成决定厘清之前 你不得完生逞长 我们在那个报委员 我们是在今年的年底啊 要提出除疫的计划 今年的年底 你们是没有听懂我的问题吗 我已经问得非常清楚 我现在问院长 那合一到底要研议来出疫 现在在原人会手上的是 经济部他们提出来的研议申请 这是在五年前就要提 部长你不用不用不用我都非常了解 我非常了解我现在问你的政策立场 因为这个决策点都是在明年底 你明年才要决定是吗 明年底 明年底啊 我请教院长啊 所以你意思说今年你不会决定 毛治国今年不会决定 我们会依法把除疫的申请送进去 我们会把除疫的申请提出去 所以你不会决定吗 因为你两个计划都提 这两个案子 但是院长你不要忘了 明年一月大选以后 政府进入看守期哦 你看守期可以做这个决定吗 我说是明年底才需要做这个决定 所以你意思就是说 本届政府不决定 因为基本上讲起来 所以本届政府决定 边演绎边除疫 是不是这样子 这都依法在办 我已经问得非常清楚了 逻辑推论下来就是这样子嘛 五年前要提 三年前要提除疫 你不要闪躲 什么都闪躲 今天到现在什么都闪躲 没有闪躲 我请教院长 这个蔡主席 我们蔡主席主张非常清楚 非恶家园 朱立伦主席也讲过 和一二三不演绎 我请问院长 您赞不赞成朱主席 这样的一个立场 我会认为基本上 非恶家园是台湾 要走的一个努力方向 那在我目前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 先把这个 该完成的一些 有些准备的程序完成 然后目前目前 目前我觉得说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第一个 院长你回答我的问题吧 会不会 会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产生缺电风险 你觉得还有缺电风险 然后第二个 我也要用最大的力道来推 我们如何可以达成 节电的某种目标 比如说两趟行不行 我要做的大概是 目前最主要这两件事情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才能够去决定说 我们整个后面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朱主席随便讲讲 他都没有专业考量 大家目标是一致的 朱主席都不考虑缺电风险吗 朱主席不考虑如何缺电吗 我要整理出这个资料出来 然后大家做最后判断 所以你都不敢回答 我没有不敢回答 我明确的讲我要做什么 我是非常失望 我今天问到现在都不敢回答 最后我就请教 我想你这个你应该可以回答 如果立法院做成决定 合一二三不言议 行政院会不会遵守 这应该很简单可以回答了 我想我们会尊重立法院的 如果我们决定 因为本席已经提案要在院会 提案 合一二三不言议 我希望行政院到时候能够尊重 我们两位这个部长请回 我继续请教院长 最后一点时间 这个我们有国民党委员跟行政院 我们想要推所谓加薪司法 那么在这个加薪司法里面 这个我们却发现说 劳工团体批评的声浪非常大 奇怪了 要帮劳工加薪 劳工团体批评 您听到了没有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您觉得这样的加薪司法 能够有效帮这个劳工加薪吗 我现在请问您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提案里面 经济部提的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要修改 这个如果企业可以加薪可以抵 盈利事业所得税百分之一百三 简单讲就是说我请问你 加薪一百元可以减税多少 我想这个问题我要请财政部长来回答 院长您应该要自己非常清楚 加薪一百元可以抵税多少 加薪的幅度 我想我基本上 我只管他的原则 包围员不是抵税 是费用 减税多少 可以减免税多少 可以减免税多少 我知道啦 你实际最后可以减下 30块之一 百分之17就是5块一 5.1元 对 部长跟院长 他加薪一百元 只能够减掉5.1元 他要增加94 他事实上还是要支出94.9元吗 你觉得你们这样的方式 对企业加薪会有用吗 然后对于已经要加薪的公司 你多多给他减了 又多减了5.1元 有意义吗 你觉得这样有效吗 这个简单的数学都可以推算了 我算完给部长 院长 你看看 根本 有没有效 没有效嘛 其实他这个做法 我跟院长说啦 这个做法是参考日本的 但是这个话虎不成反类全 因为日本的这个 这个营业所得税 比较高 高很多 35% 我们的背从25降到17 实质税率不到13% 所以他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有限 甚至可以说没有效 所以整个来看啦 包括你们其他的公司法 这个要分配盈余没有比例 那么包括劳基法的修改 没有强制力 加薪一块 也是加薪 这个罚根本罚不到 等等啦 包括要修工厂法 工厂法已经大部分被 劳基法取代了 劳工团体把你分析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这个加薪事法都没有效 我最后请教院长 其实啊 我倡议多 这个 这个很多很多次了 短期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提高基本工资 院长你认不认为 可以朝这个方向来研究 提高基本工资 扩大内需的方式 难为劳工加薪 带动薪资成长 我们基本工资每天都在检讨 今天也在检讨中 但是你的幅度不够 本行研究过了 应该以内政部公布的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标准为基础 乘以就业扶养比 要23745元啊 实信要143元 院长能不能回去研究 加到这样的幅度 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加薪 带动薪资成长的效果 这些都是我们考量因素 英国1999年开始 实施最低工资提高了40% 欧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